小洛早上起床 听到妈妈在厕所呕吐不止 好像要把内脏吐出来 她默默地梳好头发 加上发夹 故作轻松地说 可一出门 她就再也忍不住 紧摇嘴唇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最痛苦的不是放声大哭 而是无声的流泪 这种哭也不能哭的感受 才六岁的小洛就深深体会到 小洛是个孤僻的小孩 妈妈是一位婚纱设计师 在小洛的印象中 妈妈是一个忙得不着家的人 她不仅没时间陪女儿玩 还总是忘记接女儿放学 甚至每天晚上 还要小洛去舅舅家蹭饭 每次吃完饭 她都是一个人回家 一个人写作业 一个人睡觉 她觉得一个人过也挺好 可最近她发现妈妈很反常 妈妈忽然成了她的年人精 妈妈请她吃大餐 还给她买了心心念念的游戏机 她随口抱怨了一句 家里的电视太小 妈妈立即换了一个大屏电视 她瞪大了眼睛 以前妈妈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除了忽然变得慷慨 妈妈陪她的时间也多了起来 会亲自送她上学 分别的时候还会凑过来要亲亲 她总会不耐烦地亲一下妈妈的脸 到了晚上 妈妈还会悄悄地溜到她的房间 躺在她的身边 轻轻地摸索着她的脸蛋 抱着她一起睡觉 妈妈的态度180度大转弯 让小洛感到莫名其妙 小洛不知道的是 妈妈已经是胃癌晚期了 她并不担心自己的病情 只挂念着女儿要一个人在世上 孩子还那么小 她还没来得及好好陪女儿 小洛感到和妈妈亲近了 但仍有很多心里话不敢和她说 一天中午 小洛像往常一样独自吃饭 同学却故意跑来挑衅 拿起她的牛奶就喝了一半 小洛看同学这么喜欢牛奶 将奶全倒进同学饭里 因此妈妈被叫到了学校 可这次妈妈反常地没有生气 她从老师那知道 挑衅的同学原本是女儿好友 因为女儿严重地洁癖 把她狠狠间骂过一次 从此朋友反目成仇 更让妈妈心痛的是 原来女儿在学校一个朋友也没有 女儿因为自己的缺位 竟然如此孤僻 她试着开导女儿克服洁癖 多和他人亲近 父母也很好 于是妈妈忍不住爆发情绪 那都才 radiant 你혼家住人呢 祕ég 你ге方 我猜我猜 我让你冷� outreach sfun 妈妈还要忽略 悠辞 我不求离 娘 孩子 我一个年纪 孫儿子 我自己相joy 那我自己今天的型 妈妈逃进房间 靠在门后痛哭 原来女儿对自己有这么深的怨恨 她曾天真的以为自己不过才三十多岁 现在努力挣钱 以后有大把的时间陪孩子 可现在她只希望 能用生命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去弥补对女儿的亏欠 收拾好情绪 妈妈打开门准备道歉 可还没开口 女儿却先出了声 妈妈再也忍不住 上前抱着女儿无声的落泪 这之后妈妈每次送小洛上学 下车主动跟女儿讨亲亲 晚上还要和女儿睡在一起 就连洗澡也要母鱼两块 自从女儿爸爸去世后 他们从来都没有这么亲密 小洛的这一年生日 妈妈大张旗鼓地用心准备 为她打造了爱意满满的生日仪式 晚上还提出要教小洛骑车 小洛很难学会 她赌气说要以后再学 妈妈眼睛一酸 她何尝不想等到女儿长大呀 可现在她必须要教会小洛 否则她死了谁还会教女儿呢 在妈妈的鼓励下 小洛终于自行车入门 她激动地向妈妈分享喜悦 可妈妈却痛苦地趴在了地上 被病痛折磨得直不起身 妈妈以为自己将病情隐藏得很好 可她不知 聪明的女儿 早就从妈妈反常的举动中发现了端倪 一天回到家 小洛看见妈妈躲在客厅 艰难地吞下一片片药 她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关上了门 妈妈近期地种种反常 让小洛意识到情况不妙 她忍不住向舅妈证实 从舅妈的安慰之中 小洛确认了妈妈病重的事 六岁的她早就经历了失去爸爸的痛 现在又不得不接受 即将失去妈妈的事实 她没有大哭 可抽抽着洛泪更让人心疼 她像大人一样地请求着 为什么 엄마한테는 비밀로 해주세요 엄마 힘들어요 那天之后 小洛在妈妈面前开始假装不知情 她明白妈妈对自己也不放心 所以她开始学着自己梳头发 自己上学 学着克制情绪 总是面带笑容 她陪着妈妈加班 再困也不愿睡觉 因为一旦闭上眼睛就看不见妈妈了 得知爸妈结婚时因为太群 妈妈从没穿过婚纱 她鼓励妈妈穿上婚纱 变成了美丽的新娘 自己穿着西装 化身为帅气的新郎 在华美的灯光下 他们手拉着手 翩翩起舞 大大的新娘 小小的新郎 演绎着童话般美好的梦 一生多次让妈妈住院 妈妈一直拖着 她想再陪陪女儿 而且她有个心愿未了结 她的一辈子都在为别人设计婚纱 可却不能亲眼看到女儿的婚礼 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啊 所以她一直在为女儿设计一套婚服 从草头到制衣 每一步都亲力亲为 这件独一无二的婚纱 将代替妈妈陪着女儿 见证她获得幸福的爱情 这就是妈妈剩下的所有心愿 女儿能幸福快乐地走下去 不再孤僻 被爱包围的生活 一天晚餐时 舅舅家的表哥和小洛办了几句嘴 表哥就故意舔了下勺子 放进了小洛碗里 有洁癖的小洛当即把碗推开 不愿再吃 舅妈说去再做一份 却被小洛妈妈瞒下 她想让女儿克服洁癖 学会和人亲近 妈妈命令小洛把饭吃下 可小洛坚决不吃 妈妈只好将她拉回了家 我平常这么长吗 谁让你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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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比農黄 然后我不去 妈妈妈偶像 妈妈再往远 想然后 妈妈 你们肯定 妈妈 ация 父母 妈妈这才明白女儿早已知道她的病情 她抱着女儿难过到说不出话 她感动于女儿对自己有了深情 又更加担心女儿的未来 她太想看到小洛能幸福快乐 聪明的小洛体察到了妈妈的想法 她也想为妈妈多做些事 让她少一些遗憾 她带着小礼物找有矛盾的同学和解 主动拿对方的饮料喝 向她真诚道歉 还带着一大帮同学来到妈妈的病房 向妈妈介绍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让妈妈不再担心自己的社交 而且她在芭蕾上勤学苦练 终于能够登台演出 上台给妈妈看自己的表演 小洛特意别了一朵亮眼的胸花 因癌症而看不清了的妈妈 凭着这朵胸花 模模糊糊地看着女儿的表演 泪水就翻滚在了眼眶 她看不到长大的女儿 却看见了女儿的长大 那天夜里 小洛和妈妈躺在病床上 她已经打了好几个哈欠 却怎么也舍不得睡 坚持要听完收音机 在她撑不住睡去后 电台想起了她的投稿信件 爱你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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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妈抱着熟睡的女儿 轻轻地吻了下去 她在心里默念 早上小洛醒来 连着喊了好几声妈妈 可房间内却没有任何应答 只有死一般的沉寂 她轻轻为妈妈盖好被子 仿佛看不到仪器上停止跳动的心电筒 她照常为鲜花浇水 自顾自地和妈妈说话 直到医生来查房 她用六岁的小身板挡住门 仿佛没有医生的宣判 妈妈就还会醒来 仿佛拼上六岁的小身板 就能挡住妈妈的死亡 又是一个下雨天 小洛望向天空笑了 她想证明给妈妈 不用担心 她会照顾好自己的 小洛从书包里拿出小黄伞 撑开后平静地走进了雨中 多年之后 穿上妈妈专门为她设计的婚纱 满脸都是幸福 她有了相守一生的人 不再孤独 不再一个人 这正是妈妈所希望的 妈妈虽然离去 但浓浓的爱一直在陪伴她 我们常常以为 未来还会有很多时间 所以总忙于工作 娱乐 想着空闲时在陪伴爱的人 可意外和未来常常不知道 哪一个会先来 每当意外来时才后悔 平时和身边人相处太少太少 对于爱而言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